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一部关于波兰护士伊雷纳如何在纳粹占领下 掩藏犹太人的新电影伊雷纳的誓言 尽管被批评为预测性的大屠杀剧情 但仍然因两位主演的出色表现而受到称赞 接驻欧洲最高法院支持立陶宛对俄罗斯歌手菲利普 科克诺夫的入境禁令 认为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是对抗俄罗斯宣传的一大胜利 我们来看看一位RuPaul's Drag Race决赛选手 如何成为台湾意外的文化大使 通过他的表演提升亚洲认知度和欣赏 并推广台湾社会的包容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多元与包容日益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时代 故事的力量从未如此深刻的影响住我们 从《The Globe and Mail》报导的《Rainersville》 这部描绘波兰护士伊雷娜·古特·奥普代克英勇 救助犹太人的电影 到Dewitchwell关于欧洲人权法院支持立陶宛 禁止俄罗斯歌手菲利普·科科罗夫入境的新闻 以及《Washington Post》介绍的来自台湾的《RuPaul's》 《Dripe One》的《RuPaul's》 《Dripe One》的《RuPaul's》《Dripe Grey Sunset》 如何成为不太可能的文化大使 这些故事各自以独特的方式触及了人性 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复杂面貌 《Erinersville》透过伊雷娜·古特·奥普代克的真实经历 向我们展示了在纳粹统治下的波兰 一位普通护士如何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 隐藏十二名犹太人于一名纳粹指挥官的家中 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这部电影虽然被认为是典型的大屠杀剧情 但主演的出色表现使其脱颖而出 成为值得一看的作品 这不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对于那段黑暗历史的深刻反思 以及对于勇气和人性光辉的赞颂 在政治领域 立陶宛对俄罗斯歌手菲利普·科科罗夫 的进入列凸显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 德国务报道了欧洲人权法院如何支持这一决定 认为科科罗夫是俄罗斯宣传的工具 并支持该国的侵略政策 这件事例彰显了文化与政治如何交织在一起 以及个人如何在国家安全和自由表达之间找到平衡 与此同时 《Washington Post》介绍了《Nimphi-Witt》介绍了《Nimphi-Witt》 《Washington Post》当季唯一的亚裔参赛者 她以黄色作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 不仅是为了提升亚洲意识 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平台推广台湾社会的包容性 台湾不仅有助活跃的变装皇后文化 还是亚洲首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 《Nimphi-Witt》的成功不仅激励了台湾的其他变装皇后 也让变装文化在台湾的主流接受度提高 然而她的成功也引起了中国的反弹 因为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声明 这位变装皇后的故事 不仅是关于个人的勇气和创造力 更是关于文化认同和政治立场如何在全球舞台上交织的见证 这些故事无论是来自战争的深渊 政治的棋盘还是文化的交汇点 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力量 提醒我们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寻找共鸣和理解 它们不仅是新闻报道 更是时代的记录 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纠结挑战和希望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世界中 国际新闻总是充斥着各种紧张和危机的消息 从中东地区的冲突到非洲的饥荒 再到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紧张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也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稳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Alge-Zera的报道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 UNRWE的负责人请告诉 以色列正试图解散这个机构 而这一行动如果成功的话 在加沙地带遭到轰炸和围困之际 将会对人道主义灾难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UNRWE的工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因此该机构的负责人 Fulife-Lazzarini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呼吁保护这一机构 另一方面 NY Times报道了南部非洲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饥饿危机 这是由于该地区经历了四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前汉之一 估计有二千万人正在经历急性饥饿 因为前汉导致作物枯萎牲畜死亡 并推高了玉米该地区的主食的价格 马拉维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都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 以应对这场危机 这场前汉预示着该地区未来可能经历的气候变化影响 尽管科学家们认为这是由厄尔尼诺天气周期驱动的 而不是全球变暖 在地缘政治方面 NIKES报道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新发展 中国外交部队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表示欢迎 尽管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布林肯将会见中国高级官员讨论多项议题 包括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在南海的行动 他还预计将就北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支持 提出关切 提出关切 这次访问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 呼吁对中国金属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之后进行的 中国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些报道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 从人道主义危机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再到全球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这些事件不仅考验住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 也对国际合作和稳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团结 共同面对这些挑战 寻找解决方案 以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 并确保全球的和平与安全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房地产初创公司 如何铺平了字节跳动TikTok的母公司的成功之路 这家名为99范围的公司 在2009年过得了苏斯克汉纳国际集团 苏斯克汉纳在字节跳动的创立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远比人们所知的要深 990翻阅首级执行官张一鸣 后来成为了字节跳动的创始人 而苏斯克汉纳不仅在培育张一鸣的职业生涯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批准了字节跳动的创意提案 这一发现无疑为我们理解 今日TikTok的成功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另一端来自多伦多星报的报道讲述了 马里歌手兼词曲作者Umao Sanger如何借助他的音乐和行动 为非洲乃至全球的女性权利发声 自1989年以来 Sanger就通过他的专辑五所《异为女性》等作品 勇敢地讨论了强迫婚姻 异夫多妻制 女性从属地位和割离等问题 尽管马里有34%的人处在异夫多妻的婚姻关系中 Sanger认为自从他开始他的事业以来 情况有所改善 特别是在女性教育方面 他通过创建酒店和电视选秀节目等多个企业 将女性展示了他们可以独立的可能 Sanger的音乐成就和社会活动得到了广泛认可 他坚信尽管全球女性都在遭受不公 但现在全世界的男性正在尝试理解女性 进步正在取得 与此同时 经济学人的一天社洛呼吁 以色列在回应伊朗最近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时 应保持克制 该文指出 尽管报复似乎不可避免 但以色列政府应考虑克制的好处 例如有助于建立一个反对伊朗的联盟 只有美国能够组建这样的联盟 而以色列的克制可能使这一过程更加容易 此外 克制还有助于修复于美国在加沙战争行为上的裂痕 并允许正在形成的防空伙伴关系 发展成为更大更持久的联盟 通过这三篇文章 我们不仅见证文章 我们不仅见证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初创公司 如何影响全球科技巨头的崛起 也感受到了音乐和行动力量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以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克制与智慧的重要性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个人和国家 如何在不同领域内做出影响 也反映了在追求成功正义和和平的道路上 策略和和平的道路上 策略和坚持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 每一步棋都牵动着全球的目光 近期几则新闻报道揭示了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和外交努力 从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容讨论到中东地区的紧张对峙 再到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辩论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也触动人们对权力与和平的深层思考 首先 Japan Times报道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 Thomas Greenfield对日本的访问 此新的目的在于加强联合国的相关性并对抗朝鲜 美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容 并赋予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 当前的安理会并不反映今天的现实情况 这一外交举措不仅展示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力 也凸显了日本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及其与美国的紧密合作 而在中东地区Telegraph 揭露了以色列对伊朗的复杂立场 报道称以色列放弃了对伊朗的报复计划 此前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超过300枚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这是德黑兰直接对其敌人发动攻击的首次行动 结束了几十年的代理人对抗 据悉以色列总理本亚米与梅塔尼亚胡 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讨论后 决定不进行预先安排的报复性打击 以色列的潜在回应包括攻击伊朗的代理人或进行网络攻击 这一决策反映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 以及美国在中东政策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报道了关于澳大利亚出版商朱利安·阿桑奇·朱莉安的 Sage的最新进展 阿桑奇目前正在抗议被引渡到美国 尽管美国总统乔·拜登最近提供了 不会对阿桑奇执行死刑的保证 当他避免引渡的努力本周遭遇挫折 美国提供了关于其待遇的进一步保证 阿桑奇因2010年通过维基解密 VikiViki发布的材料而面临指控 已经在监狱或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内度过了12年 澳大利亚证件人士呼吁找到外交解决方案 这一事件不仅触及了个人触及了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敏感议题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在处理涉及信息泄露和言论自由的案件时的挑战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容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还是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权衡中 我们都能看到外交策略 国家利益和人权议题之间的微妙平衡 这些事件不仅是对国家领导人智慧和决策力的考验 也是对国际社会合作与和平追求的挑战 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不断演电 这些议题无疑将继续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在最近的一系列全球新闻中 各地的事件令人瞩目 从极端天气到政治会晤 再到人权问题的关注 这些事件不仅展现了当下世界的多样性 也凸显了面临的共同挑战 首先让我们转向中东地区的阿拉伯U2E 这个以沙漠景观文明的国家 最近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降雨 The Toronto Star报道称 这场罕见的暴雨导致该国多条高速公路和道路被洪水覆盖 迪拜国际机场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旅行机场 不得不在周四才允许全球航空公司重新飞往其一号航站楼 这场暴雨对于我一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提醒了全球各地的人们 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远弗届 即使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 也可能遭受极端天气事件的侵袭 在政治领域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安德鲁旧人 最近访问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统国 这一消息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他们在纽约的会面 主要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和杜达推动提高北约成员国防御开支的计划 杜达长期以来一直对特朗普表示钦佩并坚定支持乌克兰 这次会晤发生在欧洲未可能迎来特朗普第二任期做准备之际 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胜选后 全球的美国盟友都被震惊了 他们急于与特朗普建立关系 特朗普最近还会见了其他外国领导人 包括英国外交大臣大卫卡梅伦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 另一边乡 蒂普纳报道了缅甸 军政府在菲南新年节日释放了超过三 300名囚犯的消息 这是在被罢处的领导人昂山素季被从监狱转移到软禁一天后发生的 自2021年2月政变以来 缅甸政府进行了几次类似的大规模特赦 被释放的囚犯的刑期被减少了六分之一 但持有武器 恐怖主义 腐败和毒品法律定罪的囚犯除外 这些特赦在历史上被用来展示缅甸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但在当前的国家情况下 这种做法越来越与实际情况不符 这些事件虽然看作独立 但实际上激势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从气候变化的威胁 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 到对人权的关注 这些都是急需全球合作与对话的议题 无论是EA的洪水 波兰总统与特朗普的会晤 还是缅甸的政治局势 都提醒我们 面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唯有通过合作和理解 人类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ps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